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8日 今天看到中纪委网站发表了一条消息 两条消息 反腐败 中共官场反腐败成为了内斗的一个工具 清除异己的一个方式 也是忽悠老百姓的一个利剑 告诉老百姓现在又有几个贪官落马了 老百姓都高兴 老百姓看官媒每天的报道 不可能知道全部的真线 所以有必要还是给大家分析分析 先给大家看看广东省 反腐败的新的动态 你看中纪委的一天 两条 两条 我这个别别拿下来 两条 广东省清远市原副市长彭雨殿被算开了 广东省何元市纪委员副书记黄飞龙被算开了 为什么都是广东的 是不是啊 很值得研究啊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胡春华曾经是两次进西藏 第一次进西藏呢 根据网上的消息 他是83年8月 胡春华就进西藏了 担任西藏自治区组织部 西藏青年报社 西藏饭店工作啊 87年出任共青团 西藏自治区副书记 92年 获得外放的机会啊 到林子地区任行政公署 副专员 什么意思 副市长了 你看 多年轻啊 就当副市长了 九个月 九个月以后又回到共青团 西藏自治区任书记 那么95年 就到了山南地区 行政公署任专员 相当于市长 十年三十二岁 这个所以说啊 这个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在88年到92年这段时间 担任书记的随自治区 一把手的是 胡锦涛 那么呢 这次这个 纵纪委网站公布 抓捕这个官员彭宇甸 那么彭宇甸和这个胡锦涛 什么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啊 大家可以看看彭宇甸的 简历 简历给大家看看 上面是公告 就是这一次 纵纪委公布他的犯罪事实 犯罪事实啊 千篇一律啊 你看这犯罪事实 这就是啊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这上面讲 纵纪委网站消息 广东省纪委 监委对清远市政府员 党组成员副司长 傅宇甸 彭宇甸 严重危机进行立法审查调查 经查彭宇甸 理想信念丧失 背弃出行使命 对党不忠诚 不劳失 后面就不讲了 都一样 关键这句话 对党不忠诚 不劳失 党是谁 党是习近平 不是胡锦涛呀 被搞错了 所以说呢 这不抓起来了吗 但是大家看一看这个 这个彭宇甸的个人简历 就知道奥秘在哪里啊 彭宇甸 1974年6月出生 广东 接洋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啊 96年啊 杀了共产党这个贼船了 05年 任共青团 稍官市委副书记 党组成员 共青团 典型的 你看 他在共青团系统干到哪里呢 一直干到了2008年 从05年干到28年 08年 刚开始的是 稍官市委副书记 然后是书记 共青团的 然后呢 稍官市委 共青团书记 党组书记 稍官是青年联合会主席 典型的共青团 对不对 那么呢 10年 调到哪里了 调到稍官市 叫珍江区 副书记 郑处记 12年 稍官区 是区长了 就胜利纪 13年 稍官 市政府副秘书长 元藏 治元西藏了 到哪里去了 林子县委书记 你看 他不仅元藏 而且上哪里元藏了 胡存华战斗过的地方 刚才不讲了吗 胡存华是1992年 就到了西藏 林子地区行政公署 副参员的 副市长啊 这明显的是什么呢 这次共青团败的官员 互相拖关系啊 你推荐我 推荐 你推荐到这来了 2013年12月 任林子县委书记 然后呢 一直干到2016年的 你看 林子县委书记 然后15年 林子县 八义区委书记 15年 林子县 八义区委书记 副廷级了 16年 1月八 林子县委常委 八义区区委书记 看见没有 这是16年的事 对不对 那么呢 16年 调回来了 回到这个广东省了 又回到烧官了 烧官市政副市长 那么大家又知道 胡春华什么时候 到了广东省了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看看 他的个人简历 也就知道了 对不对啊 胡春华是2012年啊 是吧 11月15号 在中共18届 一众全会上 49岁的胡春华 晋升中央政局委员 12月18号 49岁的胡春华 接替 即将在次年 三月担任国务院 副总理的望阳 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成为广东沿海 开放城市 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2013年8月23号 广东省胡春华 在广东省民主党派的会议 发言 讲的都非常非常的 当时是坚定的 这个是要什么 坚持党的这个领导 那到了这个广东省呢 党的领导 也就是胡春华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人 你看 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胡春华肯定总用了 是吧 毫无疑问 胡春华的底细 铁哥们 然后这个人又上升 清远市党组书记 16年 又任清 清远市党组成员副市长 2020年 9月被免去了 清远市为市政府 党组成员副市长的职务 现在抓起来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打击政敌 明显打击政敌 我们知道 大家想一想 我曾经讲过好几次了 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号召 这个各地 风疆大力 都要学习什么 两个论 矛盾论 实践论 于是呢 各个常委都开始讨论了 各个省都开始讨论 唯有 胡春华不讨论 在哪里 在清远 所以说 你就知道 胡春华的 习近平为什么让你学习 这个矛盾论呢 逗嘛 告诉你 别站错队了 其实那时候 习近平就看出来 就苗头了 对不对 实践论什么意思 你要学会现实 知道随时老大 一定要成为明白人 还有明白人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大小哥 别整错了 你看这个 就老行不行吧 是不是啊 这叫鹏雨店 怎么样 不行吧 站错队了 办了 所以说 一抓 你看 问题出一大串 什么问题呢 无私中央八项规定 违规收受礼金 不按规定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 什么意思 家属 老婆还要在国外吧 没报告 那么呢 在组织寒 巡使部如实说明问题 违规借用管理职务的对象 钱款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工程程来 项目审批 土地补商方面 为他人牧利 非法收取 巨额财物了 你看见没有啊 马上就要 这个 一交司法了 很快啊 那问题就来了 既然这个 胡春华这么重用他 是吧 那他给没给胡春华送钱呢 你没送钱 这个 那你怎么上来了 对不对 另外 如果没有送钱 那么 你的亲戚朋友 给不给胡春华的亲戚朋友 胡春华的嫡系 搞工程项目 搞什么 勾兑 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有没有 这就是大问题了 所以这个 这个老兄 就碰 碰雨电 进去之后 你看吧 就开始了 做安卓就开始了 每天审查 你看这个情势多严峻 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大家都知道 广东省委书记 随时理系 理系是随时 洗下去 骨干力量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这次这个抓捕这个人 可不是一般的事 我认为 这就看胡春华怎么样 如果确实一份钱品拿 就是 收点小工艺品 是吧 吃个饭什么 无所谓 就人人都是这样 如果真是拿到好处了 这个朋友 为了立功表现 是吧 检局揭发出来 那就麻烦了 就成了 孙政策第二 所以这过两年 就是二十大了 那习近平 这个布局布的多漂亮 是一步步铺垫 就像对待孙政策一样 你看与此同时 另一个 这个广东的嫡系 2012年 这黄飞龙 2012年是什么 是这个 何元氏副书记 还接这个政法 这个 这个检查 这个 这个监察委员会 这个 这个 这个监察委的一个副主任 你看那边 这个人肯定也是 这个 胡存华 重用的领导干 倒不一定说是 像这个 刚才这个 彭宇殿这么密切 但是肯定 也是一个 站错站队的官员 是不是 你看 何元氏 这个 纪委员副书记 广东省 四监察委员副主任 黄飞龙 你看 经查 丧失理想信念 背起 出行使命 无视 中央 八项 规定 你看这里 没有对党 不忠诚的问题了 这个 可能跟胡存华的关系 不是那么太铁 不太好说了 是吧 但是你看 个人简历 看出来 这个人 六四年出生 八九年 参加工作 八七年 上了共和党 就贼船了 没想到 有下半场 八五年 九五年 九八年 五月 任何元氏 和平县委 法院院长 你看 这个 零四年 任何元氏 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零七年呢 检察院的 副检察长 正初级 检察员 那么 一二年 任何元氏 人民检察院 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 正初级 检察员 一八年 任何元氏 纪委书记 市检察委员 正初级 纪协委员 这逐步上升 你看 一九年 四月任何元氏 纪委书记 一九年 任市监察委 副主任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被免制了 等待开始抓人了 被抓了 是不是 一辈子 干了一辈子 抓别人 摧乎 瞪眼 拍桌子 是不是 每天 这个是非常 盛气凌人的 正 坐在被告的位置上 叫人整了 那肯定腐败是都有 不管是刚才讲的 彭宇甸 还是 就黄飞龙 都有问题 关键你站队也站错了 为什么 你肯定是在 胡春华在任期间 抓人的时候 他是极其的协助帮忙 你看 他2012年6月份 担任何元氏 人民检察院 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长 反弹局长 正处级 检察员 胡春华不满意 那官员 他肯定奉 小胡子命 抓一批人 那时候高兴坏了 现在怎么样 到这儿向内了 是不是 你看 中共的官场 多么可怕 是不是 这个人是很可悲 为什么 一辈子整别人 他是不适应被别人整 所以这是很痛苦的 坐在那个位置上 人家左子一拍 黄飞龙 你这个呼风唤雨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我每天看了这些报道 就想着 大连国安局 拨起来的小兄弟 正义强 审讯我的时候 左一拍 第一次就是 教育 你呼风唤雨的日子 从现在开始 一去不复返了 你看他那小脸 挺瘦的 像个米老鼠 是眼眯眯着 辽宁师范学院比 真实习比 各讲的 当时他以为薄熙来能当 当生长之后 就是书籍 然后就是 就是习近平那个角色 没想到 一个梗头栽到 秦城监狱去了 说人生啊 就是一场戏啊 你看这人精彩的表演 结果他这么一审讯 一把我老家一整 我整到这儿来了 你说 东半圈整到西半圈来 这个 世界跨度 空间的跨度太大了点 是不是 每当看到这些 我就觉得 这人生 这是啊 这一场这个戏啊 就看你扮演什么角色 不知什么时候出什么事 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钻链 你看这个人 黄飞龙也好 还是这个彭宇殿 当年的事度多好 是吧 又小胡要上去了 这不就提拔起来了吗 是吧 也是在这个会议上 这个西装领带 在这讲啊 是吧 讲廉政 你看这一刀没完了吧 到了习近平信时代 什么故事都有啊 这个故事最精彩 是不是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